女友生日我在校门口抱着玫瑰等她 师兄问她男朋友 她盯着我的蓝色功夫神色躲闪怎么可能 只是送外卖的 我捏着口袋里的戒指盒 自嘲一笑淡定配合着她 你家人让你今晚早点回家有惊喜 可知道蛋糕融化我都没等到她 很久以后她才想起我 本小姐原谅你了 在家乖乖等我 但我没有回也永远不会回了 她终于慌了到处寻找我的痕迹 最终却只能在灵堂上发了风势地抢回我的骨灰盒 沈薇回到家里时天边已经完全亮堂 看见我直直坐在沙发上 她吓了一跳怎么坐在这里 见我默不作声 她微微醋眉略带些嫌弃地往卧室走去 我先洗个澡略过我身侧时 带过一丝浓重的酒气 沈薇去洗澡时手机响得不停 我走近略过一眼是她的闺蜜陈婷婷 师兄的创业项目可只邀请过你一个啊 你以为大家为什么突然给你通宵过生日 她看你的眼神可不清白啊 懂得都懂 你到底还在考虑什么 这个机会不抓住难道你一个研究生 真的要加那个送外卖的不成 这样下去你爸妈能看得起你吗 一阵眩晕袭来鼻子里血腥滴答落下 在屏幕上站开 沈薇的声音突然在身后逼近 是我手机响了吗 啊啊 我扯出衣袖慌乱地收拾手机上血红的痕迹 终于在她走到身边前一刻将一切谋消殆尽 她拿起盖着的手机翻看眼眸躲闪地撇向我 我心有余计地回望她 漫长的十余秒里我说不清是什么心情 我既害怕她知道后难过 却又热切地期盼她能发现哪怕一丁点我的不对劲 我试探到有事吗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像是在确认什么 半赏才开口说 没事实验室的会议通知全是回复收到 我暗淡落下眼眸哦 说吧她装作无视地离开 我下意识抓住她的手腕 沈薇失去重心顺势跌坐在我怀里轻轻闷横一声 粉嫩的唇瓣就在指使之间让人动情 沈薇却下意识撇开头不动声色躲开 她尴尬站起身慌张地转移话题 你怎么这么烫 我淡然笑了笑没事先吹蜡烛吧 她顺着我的视线看去是她喜欢的库洛米蛋糕 满屋的气球装饰放了一页 已经干瘪得奄奄一息 莫名甚人 沈薇眼底闪过一丝溃意 转身找来湿毛巾 细致地敷在我额头上 眼神温柔了不少 以后不要这样了 她俯身挨着我坐了下来 温热的吐息 护在我脖子上轻轻发痒 你的心意我都知道 其实不用特地来学校给我惊喜的 片刻她像是想起什么 又补充到今天班级聚会不好待你 下次我再正式介绍你给同学认识 她的眼睛那么真挚 让我突然想起白天时 她脸色尴尬 不愿任我的样子生硬而割裂 我沉敏片刻苦涩吐出一个好 沈薇松了一口气 埋手在我怀里蹭着胡子 撒娇道 等睡醒我们再补一个生日约会吧 我闭上眼沉浸在女友的温存里 试图忽略那似有若无的陌生檀香 但越是刻意越是清晰 她伸手抚向我额头 担心地问道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我还是陪你去看看吧 或许她还是在意我的我暗暗想到 隐忍着眼眶快要落下的泪 我轻轻回了个摁 我们各怀心事地躺下 又默契地背过身去 沉默将清晨拉得像黑夜一样漫长 醒来时 我摸向身侧熟悉的位置已经没有余热 床头的纸条留着沈薇秀�娟的字体 有个集会记得看医生 卧室里隐隐回荡着甜腻的香气 那是我送沈薇的第一支大排香水 价格不菲 她只有约会时才会舍得喷上一喷 我自嘲地笑了笑 拿出口袋里揉皱了的确诊通知书 和字条一并扔进了垃圾桶 复诊时大厅里挤满了陪诊的家属 我已在角落的墙柱下 忍着骨头里一刻不停地刺痛浑恶等着叫号 走进办公室还没坐下 唐医生便皱起了眉头 这一周怎么又是你一个人 不是跟你说了要和家人商量吗 家人吗 脑海里突然就出现了沈薇瘦小的身影 我认识沈薇时 她才十五岁小小的个头 堪堪到我下巴 那时我爸每次醉酒 便对我一边挥着皮带 一边大骂我没娘养的玩意 对于我妈逃跑的恨意 她毫不犹豫地全部发泄在我身上 开始时沈薇上门 只是沉默地回收满地的酒瓶子 最多冷冷打亮我一眼 慢慢地 她开始偷偷给我递毛巾 再多骂我一句不会跑的蠢货 后来有一天 她突然站在我身前 挡下那个男人的皮带 拉着我跑了好几公里 直至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才气喘吁吁地停下 我看着她又哭又笑 活像个傻子 她被我吓着了 忙问怎么了 我说这么一跑 我真的没有家了 她只短短争了一秒 信誓旦旦地对我说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家 后来我才知道 她的父母常年在外的 生了个弟弟后 便再也没提起接走她的消息 而当她外婆离世以后 她也不回家了 我对唐医生牵抢车起嘴角 我自己决定就可以 你一个人后期很麻烦的 那就尽快住院吧 早点排队匹配 还是有希望的 像是忽然想起了 什么医生关心倒对了 你有医保吗 我迟疑了片刻S线的可以吗 那报的比例不一样啊 你到A市工作 怎么不买A市的社保呢 送外卖没有无险一金这件事 还是我到了A市才知道的 担架不住她来钱快 我承认当初放下一切 来陪沈薇来A市读研 我确实没有想太多 要留在父母所在的A市 出人头地 一直是沈薇的执念 可大学毕业后 沈薇接连考研考工失利 几乎在崩溃边缘 当时我好不容易 在家乡找到一份工作 我原想着 带她回乡下休养一段时间 总能走出来的 但那天在火车站 沈薇还是抱着我哭得晕厥 阿周我不甘心 我真的不甘心 我抱着她哭得颤抖的身体 心里止不住的心疼 当初是她将我拉出泥沼 如今除了我 又有谁能坚定站在她身边 我们就二站 再不行就三站 有我陪着别怕 于是我陪着她再A市留下 一转眼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回过神来 医生已经将缴费单塞进我手里 回家准备好了 就过来住院吧 我们尽快开始第一阶段化疗 想到我这副身体 大概也没法继续工作了 于是我便回了站里一趟 等我办好辞职手续回到家时 沈薇还没回来 我不甘心地打开手机 没有电话也没有留言 看着玄关处摘下的情侣戒指 我只能落寞地 摊坐在沙发上发呆 直到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我欣喜地跑去开门 却是一张陌生的脸 她却像是很熟悉一般上下打量着我 微笑开口问道 请问薇薇是住这里吗 您就是何薇薇 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吧 我常常听她说起你 男人何旭伸出右手 我是周科何薇薇同门 衣袖浅遮下 是一条精致编织的红绳 与她精致贵气的机械表格格不入 那红绳我见过 碎尾的吉祥节样式复杂 沈薇在被窝里神秘地 熬了好几个夜晚 那时我以为是她给我的新年礼物 只能好笑又心疼地装作入睡 却没想过会在这里见到她 这么多年 感谢你把薇薇照顾得这么好 我木讷地握上她的手掌 只觉得她的笑容带着莫名的寒意 师兄你怎么在这 抬眼望去 沈薇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外 周科从袋子里掏出粉色的饭盒 薇薇我是来还这个的 谢谢你的三明治很好吃 沈薇下意识看向我手上 僵直递接过 当初刚在A时落脚 我为了让沈薇安心 想着尽可能正多点 总是早出晚归 沈薇终日在家备考 心里过意不去 索性早起给我备好早餐 后来她上岸了 在实验室颠倒日夜地待着 这便当就落到了我手里 由我守护她 我想所谓夫妻 大概就是这样朴素 而温馨的模样吧 我曾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 你来我往 相互扶持地走下去 却不知沈薇前进的轨道里 早已没有了我的位置 也不知道是什么作祟 我突然就很想横插一嘴 既然你喜欢我以后 就做你们两人份的 我以为对不起哥 周柯一阵慌忙解释 我当时熬了的通宵 低血糖犯了微微 才会把她的便当盒给我的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下次 时间不早了 师兄早点回去吧 沈薇生硬地打断了 她眼神里的坚定 不容置疑 空气忽然变得尴尬 周柯挫败地转身 却又在看见 沈薇胸前的吊坠时 染上几分亮色 项链你戴上了 很好看 我很高兴那明天见 沈薇没有回应 她禁止将人送出门 回来时 迎头对上我的双眼 我的目光 落在她胸前的 钻石项链上 动弹不得 新型钻石在灯弓照耀下 更显翼翼生辉 沈薇似有察觉 抬手摘下项链收起 便扑进我怀里 项链是组里同学 一起送我的生日礼物 你要是不喜欢 我就不带了 别多想好骂 我紧紧攥着 口袋里的戒指盒 挣扎了许久 还是松开了手 和同学交朋友 是你的权利 我又没什么 她稍稍侧头探究的目光 直至我的眼底 真的 察觉我的神情暗淡 沈薇伸手抚向我指尖 错开食指相扣语气 带了些撒娇的哀求 阿周你知道的 我只有你了 自那以后 沈薇开始有意识地 回家和我吃饭 兴致起来时 还会亲自下厨 其实那时 我已经不怎么能吃得下东西 但就着沈薇的好心情 我总是强迫自己 吃下一碗 在在凌晨 难受地死去活来时 躲在厕所里吐个半晓 尽管如此 沈薇却从来没有发现 入院的日子一天天逼近 我每天待在家里收拾 将自己的东西扔了不少 正当我在想 还有什么事情未完了 抬头撇见日历上正红的圈 那是沈薇外婆的忌日 往年都是我陪着她 一起去今年又怎么能缺席 晚上吃饭时 我顺便提起这件事 祭品我已经订好了 还是往常的那些吗 沈薇吃得正香的双块 却突然顿住 阿周我其实前两天 已经去过了 那时周末 沈薇和祖里的同学 约好去春游 春游的地点 离那里不远 我想起了触景伤情 正好有车 就顺便过去一趟 她说着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 我极力遏制声音里的颤抖 平和结果挺好的 同学们一起去嘛 外婆喜欢热闹 她一定很高兴 大伙都在 我装作满不在乎地 刨了一口饭 周科也在嘛 沈薇始终沉默着 无声地确认了答案 心头似有什么落下 彻底掉入了悬崖 熟悉的晕眩袭来 趁着鼻子里的热流未落下 我匆匆躲进了洗手间 晚上钻心的痛 让我无法入睡 即使服下了双倍的安眠药 也是枉然 索性到阳台上吹风 鬼使神差的 我打开了沈薇的短视频 并不丰富的关注列表 让我很快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我点进周科的主页 最新发布的视频 停留在春游那天 是她郑重其事的宣言 外婆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薇薇的 视频外同学纷纷起哄 沈薇只露出飞红的半张脸 依旧男眼少女娇羞 我肩默着拉动进度条 反复看着那半张熟悉而陌生的脸 直到腰间突然挽上一双温热的手 越过胸前将我的手机关成黑屏 阿周我们真的没什么 那天大家都在都很照顾我 沈薇钻进我的怀里 点起脚在我唇边印下温润 我没有回应她 直到下巴莫名沾上湿润 我垂下眼眸 才看见沈薇脸上早已泪流满面 你知道的我心里有你 她稀拉的鼻子通红 像急了受惊的兔子 嗯 我知道 我知道她的心里太空 所以想要装下的 不只有我 沈薇再次吻上来时 我没再拒绝任由她灼热的体温 贴在我的肌肤上融化 推下衬衣时 她摸到我突出的肋骨 不由颤了颤 怎么这么说最近没有好好吃饭吗 我无力解释什么 此时此刻 只想将她揉进我身体里 等天边微光泛起沈薇 瘫软在我怀里 似梦非梦的 捏如像是梦中的一语 阿周我的论文出稿 快出来了 等忙完这阵子 我们就去三亚吧 你不是一直想去吗 当初大学毕业 我们约好了要去三亚看海 当作成人的宣告是 当时我甚至想过 一毕业就在三亚 向沈薇求婚 我们会组建一个真正的家庭 因为后来的种种 好不容易存下的旅游经费 便做了我们留在A市的 第一桶金 曾经三亚是我们共同的向往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在沈薇口中 却已经变成我一个人的执念 我摸着她无名指 摘下情侣戒后 留下的空荡戒痕淡淡 回复了一个好 但骨子里 无时无刻钻出的疼痛 告诉我 我已经等不了太久了 去三亚的日子 定在了我们的九周年纪念日 每天入睡前 沈薇会枕在我B弯里 刷淘宝 商量找哪条小裙子 更适合三亚的海 我耐心地回答 她都买下来吧 每一条都好 我想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 或许我还能看见她都穿一遍 随着日子临近 她甚至等不及收拾行李 每天出门的心情 似乎都异常地愉悦 阿周 沈薇已在门框 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你以前都会把包递到我手上 再给我检查好鞋带 才让我出门的 我无奈拿起包 跨上她的肩膀还有呢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沈薇眼眸娇软地 看着我早安稳呢 阿周你变了 她抬手跨上我的脖子 就着领子往下拉 重重在我脸上 印下粉色的吻痕 那么 晚上见 随着大门关上 房间里再次变得 如水一般平静 我看着梳子上 大把掉落的头发 索性将剩余不多地要停了 难得的旅游纪念照 我可不想给沈薇 留下我丑丑的样子 纪念日这天 沈薇起了的大早 将行李清单 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我因为吃了阵痛剂的缘故 还赖在床上 半梦半醒地听着她的雀跃 突然 一阵铃声响起 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我翻身身向床头柜 偌大的屏幕上 是周科的名字 沈薇接过我地区的手机时 定定地看了我一眼 许久才接起电话 率先传出的 却不是周科的声音 薇薇 昨晚周师兄 冒着发烧做实验 意外打翻了试剂 手上伤了好大一块 你赶快来 话未说完 却被周科的声音严厉打断 我不是说了不要惊扰他 薇薇 我没事 只是皮外伤 幸好给你做的 复合实验结果保存了下来 不然我一定后悔死的 师兄 你三年来 好不容易请一次假 快好好地去享受假期吧 随着斯的一声喝气 对面挂断了电话 沈薇无助地看向我 抿了抿嘴 还是斟着开口 阿周 现在还早 我赶紧去一趟 飞机应该还来得及 就在她慌张失措地拿起钥匙 我心里莫名闪过一丝 寒湛的预感 似乎沈薇一旦去了 便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伸手抓住她的胳膊 薇薇 就这一次 求你 别去 好嘛 当嗓音迈出喉咙 我才发现自己的声音 是那样颤抖 阿周 你不要这么多一好吗 那是我的同门师兄 他为了我的论文出事 我怎么能不管不顾 沈薇试图挣脱我的手 突如其来的抗争 让我下意识脱口而出 你去了又能怎样 实验室又不是没有人在 难道周科就真的这么缺你 这位神医不可吗 沈薇偏过头来 眉头却是紧锁 眼里都是说不出的声音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恍然一正 彻底无力地松开手 随着啪的一声闭门 沈薇似乎彻底离开了我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距离起飞时间已经不到三小时 我捏着手机挣扎了许久 还是没打下那通电话 或许她会赶回来的 我就这样沉默地等着奇迹 一直等到手机弹出乘客登机的最后通知 无声宣告我的笑话 或许实验室的事故真的很严重呢 我想沈薇的行李仍像今早那般躺在原地 我提起心思收拾 却看见她背包里掉落的吸入器 那是沈薇的哮喘药 备战考研的那些年 沈薇曾生过一场大病 起初发烧时我们没太在意 后来住进医院时已经发展成肺炎 我守了她整整三个月 那次痊愈以后 她便落下过敏性哮喘 我捏着通透的小瓶子 很想知道从哪一刻开始 她已经将周科放在了自己之前 我拿着药赶到实验室时 已是午休时间 整庄教学楼都不见几个人影 我礼貌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声 抬头便看见值班表的签名 周科的名字后 赫然跟着KC的亲笔签名 脑中轰然如中鸣 像是有什么感应一般 我扭头偷向玻璃门看去 正好对上周科的视线 她勾起嘴角挑衅地对我笑了笑 随即俯下身 在睡梦中的沈薇唇上落下一吻 脑海中最后一条绷紧的神经 刹那断裂 捏起的指甲深深陷入手心 我顾不得起她 大步迈入实验室 攥起拳头挥向周科 一下 两下 正一周 你疯了吗 眼看着怎么也拦不下我 沈薇尖叫着挡在周科身前 我的眼眶烧得通红 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就这么维护她 沈薇尖叫怒吼 你的脑子里除了苟且的情情爱爱 到底还有什么 不就是旅游区不成了吗 难道你就因为这样 要把人打死吗 泪水磨合了双眼 我自嘲地苦笑一下 你就是这样看我的 沈薇却一个眼神都不再施舍给我 小心翼翼地扶起周科离开 独留我留在原地 走出教学楼时 午后日光正晒的刺眼 熟悉的眩晕袭来 我眼前一黑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我妈离家出走的前三年 还时常会偷偷看望我 给我塞一些零花钱 可没过多久 她便彻底失去了阴性 最开始时 我害怕她出了什么事情 终日是请难安 直到有一天 一个叫KC的名字叫我好友 发来妈妈岁月安好 笑也如画的照片 起初我想 只要她还活着就好 但对方却越发变本加厉 一次又一次地 炫耀着妈妈对她的好 她说 你对于妈妈来说 就是最肮脏恶心的存在 像你这样的怪物 怎么还妄想得到爱 那时我才知道 妈妈被迫走入这段 不幸的婚姻前 早就有自己的幸福 她不愿再分享给我的爱 原本就属于另一个人 我清晰地看着她 在爱的灌溉下 走出一条和我截然不同 光明璀璨的人生轨迹 KC的名字犹如梦眼 如影随形 直至与周科这个人重合 站在沈卫身边 才将我心底的恐惧 彻底巨响 说实话 我真的嫉妒她 她明明已经拥有了一切 却连我的唯一 也轻而易举地抢走 要是快死的人是她就好了 哪怕就让我赢一次 醒来时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郑益周 你厉害啊你 我让你早点住院 你倒好 你竟敢私自把药给停了 即使隔着厚重的口罩 我依旧能感受到 唐医生快要将我吞噬的火气 是谁送我进来的 唐医生无奈翻了的白眼 深深叹一口气 还能是谁 路人辈 你小子是真的命大 你既然住进来 就别再想跑 不然神仙都难救 我强撑着咧嘴 谢医生善良 也笑自己妄想 等医生离开后 病房里又恢复了 以往的死气沉沉 放眼望去 每张病床旁都陪护着家属 唯有我床前空荡无人 我落寞地安慰自己 没关系 多一个人 也不过是徒增悲伤罢了 但当护士提醒我该去办住院手续时 下床的浑身刺痛 还是透露了我的狼狈 我无神地挤在人群里 突然背后响起熟悉的声音 你是来看人被你打得有多重吗 扭头望去 沈薇拿着湿巾蹲在周科身旁 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他嘴边的淤血 大厅里人来人往 愈发趁着这角落里的温馨永恒 沈薇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语气冷峻地可怕 师兄的拍片结果还没出来 必须留院观察两天 你要是有心 就该负责到底 我直直盯着周科得意的脸 心里却没什么波动 这是他应得的 正义周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哑然张嘴 却听见周科声泪俱下的哭诉 对 就是我应得的 怪我控制不了自己了 擅自喜欢上了薇薇 但像你今天这个冲动鲁莽的样子 要怎么给薇薇幸福 沈薇僵硬地扭过身去 正正地看着他 周科拽着他的衣袖问道 薇薇 你敢不敢对自己诚实一点 难道你要永远迁就他吗 沈薇没有回应他 却在发现了我手上心贴的纸屑条时 沈薇注射许久 突然喝出一声刺人的吃笑 你现在还学会了装病什么 正义周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 他的眼眶因为激动而逐渐湿润 又哭又笑的样子怪异至极 像是要将多年的冤屈都向我咆哮 你为什么总是那样道德绑架我 难道就因为救了你一次 我就永远欠你的吗 你除了装可怜 到底还会什么 这些话好熟悉啊 我在脑海里搜寻了许久 他想起了那个已经遥远的有些陌生的身影 妈妈离开前 我曾哭着跪着 求他留下 那时 妈妈也是这么说的来着 难道就因为你的可怜 我就要被你绑住一辈子吗 原来 沈薇也是这样想的 我突然很想知道 要是他知道我真的生病了 会是什么表情呢 同情 懊悔 还是更多的厌恶呢 刺痛在脑海中炸开 我强压着喉咙的哽咽 这么多年 委屈你了 我不会再打扰你 永远不会了 周科无声的晚上沈薇的肩膀时 他没有拒绝 转身前 周科得逞的朝我勾起嘴角 我说了 你不配 我就这样目送他们远去 直到两人的身影消失 直至唐医生怒斥的声音 突然在身后响起 你这样乱跑 到底还想不想活了 当然 我微笑着回看他 挤出眼眶的泪水 终于痛快落下 分开的第三个月 临近毕业 沈薇在宿舍收拾行李时 终于想起了郑益周 他点开微信对话框 对话还停留在九周年那一天 他点开最后一条语音 话筒里默然响起男人的声音 他说 三亚 去不了了 沈薇鼻子一酸 突然很想很想他 他自知那天说了太过分的话 但他就是没法鼓起勇气先低头 何况 他也没说要分手 郑益周是怎么感量着他三个月不管的 想到这里 沈薇将刚打下的在干嘛 统统删除 他想 就等着他来道歉好了 郑益周总会来找他的 他放下手机时 设有正好拿着行李 从他身后经过 对了 薇薇 你哥的病怎么样了 我哥 那天来实验室找你的男生了 不是你哥吗 他在学校里找了你好久 脸色也不太好 还突然流好多鼻血 乖吓人的 另一个设有听闻 就捉椅子挪了过来 这么说来 我那天回来时看到叫救护车了 也是看着满脸是血 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沈薇心里一惊 下意识地想要否认 不会的 怎么会是郑益周呢 他后来还在医院里跟踪他 说了那么多话 看着也不像是从救护车上下来的样子 可他又突然想起 郑益周手上新贴的胶布 和他苍白茫然的脸 他好像说过 他生病了 但他每次都不在乎 莫名其妙地 就抛在脑后 沈薇手忙脚乱地拨通他的电话 一遍 两遍 直到还了郑益周曾经打过的12次记录 依旧没有接通 心头的跳动漏了一拍 沈薇脑海里突然涌出不好的预感 他慌张抓起外套 向家里赶去 路上 他还是不死心地 点开郑益周的对话框 畅微微地打下文字 我原谅你了 不要和我玩这种恶作剧 立刻 马上接我电话 但直至赶到家里 手机依旧没有一点回音 沈薇打开家门时 扑面而来的灰尘 呛得他喘不过气 他出门走得急 没有带上随身的包 遇上这种危险情况 丧命了都不奇怪 正紧张时 转眼边看见玄关边 就放着一支吸入器 那只能是郑益周准备的 像是早有预备 房子里许久没有人住的痕迹 沈薇翻遍了每个房间 却找不到郑益周的一点踪迹 他把属于他的东西都带走了 像是从未存在过 好好好 明明他俩最讨厌的 就是离家出走 郑益周竟然和他玩这一套 沈薇愤愤地咬了咬牙 发誓找到郑益周后 一定要他跪下认错 他马不停蹄地赶到 当初入住的医院 向护士问询下落 很抱歉女士 我没有查到住院信息 沈薇不禁松了一口气 他就知道 郑益周是在耍他玩 要报复他呢 可刚走两步 他却像是心灵感应一般 快步扭头回去 那您能帮我查一下 他之前看的什么病吗 护士忧深地注视了他一会儿 为难的开口 这不符合规定 我们无权这么做 沈薇冰冷的手 拉上护士的衣袖 你 你就告诉我 他的病严重吗 这是病人的个人隐私 我们不能泄露 他才管不了什么狗屁隐私 沈薇趁其不备 直接翻进护士站 回手抢过电脑 昏暗的电脑屏幕上 他的目光紧紧锁在 化疗一段几字上 后来他是怎么被保安架着赶出医院 又如何搭上长途汽车的 他已经记不清了 等他回过神来时 他已经回到了夜斯县 站在郑义州的老家门前 大门打开时 一股沉年的生锈气息 混着酒气扑面而来 男人打了的酒哥 是你 沈薇景皱起眉头 他下意识地想 郑义州绝不会在这里 他最爱干净了 就算是年少时最不堪的岁月 他依旧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但他还是不愿放过一次机会 阿州有找过你吗 男人仰头灌下一口酒 怎么 难道他也像他妈那样 跟别人跑了吗 他笑嘻嘻地看着沈薇 油腻的目光在他身上直白地扫射 你作为那小子的女人 代替他来给我养老 也很公平吧 沈薇背后汗毛竖起 逃命似地跑出了那栋腐朽的房子 对啊 他怎么忘了 他们是从怎样的地狱里逃出来的 那之后的日子里 他走过所有曾和郑义州去过的地方 却始终没有半点踪迹 沈薇没有办法 他选择了报警 但警察叔叔却只觉得是情侣闹别扭 毕竟郑义州一周前还查得到消费记录 便做不得数 这一次他确信了 郑义州是真的生他的气 但幸好 至少他还活着 沈薇开始每天给他发信息 一句对不起 一句我爱你 郑义州从不回复 但他总感觉 他就快原谅他了 直到他接到了葬礼的电话 他赶到现场时 郑义州的遗体已经烧干净 他们说 这是郑义州自己交代的遗言 他甚至不愿意让他见最后一面 他走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留下 灵堂之上只孤零零地 摆着黑色的骨灰盒 黑色相框里 是郑义州报名高考时 拍下的证件照 毕竟自18岁以后 他和这个家里就在没有交集了 正副手在千道台前叼着烟 笑脸兮兮地数着宾客给了薄金 哎呀 我可真是生了个懂事的好儿子 生病了就安安静静地去死 没花我一分钱 甚至还让我赚了一笔 周围的男人轰然陪笑 好不热闹 突然喷了一声 刘青色的酒瓶子 在政府头上砸了的粉碎 沈薇像是被激怒的狮子 杀红了眼 攀上政府的肩膀又抓又咬 他或许是在帮政一周出气 更多的 或许是在打着那个 错过了一切的自己 但他哪是政府的对手 这个男人的暴虐 他又不是没见识过 只挣扎了几步 男人便将沈薇狠狠地摔落 正正砸在灵台上 骨灰罐猝不及防摔落在地 碎成五块 扬起白色的灰 怎么就洒了呢 沈薇彻底慌了 他绝不能再次失去它 他像是疯了一般 将骨灰往他怀里揽 可周围人那么多 说话喷得呼吸 走过扬起了风 那粉末便在指缝间 一次又一次流下 就好像阿周 再也不愿意为他流下 他哭得撕心裂肺 向众人骂道 滚啊 你们都滚啊 真是个疯子 没有人再敢阻拦他 但他的阿周 却再也回不来了 沈薇在怎么挣扎 留不住的就是留不住 到头来 郑义舟成了他胸前的小瓶子 还没有指头大 郑义舟是真的很心 沈薇在他们住了五年的房子里 翻来覆去的找 始终没有找到 郑义舟留下的一丝痕迹 郑义舟说了 再也不会打搅他 却没告诉他 是以这么残忍的方式 所以当沈薇登上 郑义舟在他平板上 留下的账号时 他几乎要激动地哭出来 刚在一起时 他们还热衷于 给QQ空间里的爱情术浇水 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 他们的幸福 后来大学里都用上微信 沈薇便慢慢地将QQ删了 只留下郑义舟自己 日复一日的浇水 一遍遍写下对他的爱意 1月13日15点32分 结果出来了 确诊 想到的第一件事 是好想和他结婚 不然这辈子 好像就来不及了 1月25日16点02分 一切准备就绪 配图 客厅 蜡烛 气球 蛋糕 以及亲手写下的Mirror Me 1月26日0点18分 疼 骨子里疼 心也疼 1月31日4点35分 吃不下饭了 他亲手煮的 舍不得 但吐起来 真的很难受 2月19日23点56分 我还是一个人去看望了外婆 没想到会遇见沈薇的父母 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让我要有自知之明 以前我不理解 现在好像懂吗 3月24日9点55分 医生催我住院 但是答应好要去三亚的 头发也掉了不少 要不 还是先停药吧 4月10日7点27分 他走了 不会回来了 沈薇不死心地往客厅奔去 雪白的背景墙上再多看两眼 就能辨认自版粘贴的痕迹 沙发背后的缝隙里 还能找到干瘪的心形气球 明明一切都那么明显 他怎么就看不到呢 哦 他想起来了 因为那天 他为其他男人的示好心动了 他在为闺蜜的劝说而混乱 他在为男友是送外卖的而难堪 就在郑益周欣喜期待着 成为他真正家人的时候 是他亲口否认了他的存在 他 都干了些什么 他就是个混蛋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落在屏幕上 模糊了视线 沈薇突然就明白了 郑益周那天晚上手忙脚乱 到底在慌张地擦些什么 他其实什么都看到了 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是他只顾着往前走 断定郑益周总会跟在他身后 从没想过要回头 那样心心念念 满眼是他的人了 是他亲手弄丢了 周科闯进沈薇家里时 他已经一身模糊了 阿周 是你吗 你终于回来找我了 周科抱起他的身形一顿 不满道 你看清楚我是谁 我知道的 我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要我呢 阿周 在医院醒来时 医生气得上来劈头盖脸就骂 你是疯了吗 明知哮喘还酗酒 到底还想不想活了 沈薇低着头 任由旁人如何评说 他都不在乎 因为只有在半梦半醒的时候 他才能侥幸看见他的阿周 即使他只是站在那里 不愿靠近他半步 只要能看见他 就已经很好了 沈薇知道 阿周在生他的气 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赎罪 说不定阿周知道了 就心软地原谅他了呢 没有胃口 他也逼着自己大口大口地吃饭 再像郑益周曾经那样 在半夜抱着马桶催吐 哮喘发作 他也懒得再去找那个吸入器 逼着自己和死神拉扯抗争 真难受啊 他想 阿周那时自己一个人 该有多孤单绝望啊 他不是没有发现过郑益周的不对劲 但他总是说服自己 没事的 阿周一直很坚强 等忙完这阵子再好好陪他 他也不是不知道郑益周 在吃周科的醋 但他的论文是周科带的 他没得选 所以他又骗自己 没事的 以后再弥补他 阿周会理解的 骗着骗着 连他自己都信了 但阿周 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了 郑益周到底有什么好的 他都已经死了 难道还要把你也拖到地府去吗 威威 你睁眼看看我 只有我是真的爱你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都看不见吗 我凭什么输给他 当周科摇着沈薇的肩膀 问他到底想怎样时 沈薇只觉得自己脏了 他真想一刀把周科的手砍了 周科怎么敢和阿周比 明明他们就要迎来美好的结局了 要不是周科从中作梗 阿周怎么会离开 他在阿周的账号里 什么都看到了 周科明明最爱自己 他不过是把他当作羞辱阿周的工具 就连阿周死了 周科也还是不肯放过他 沈薇默默摸走床边的水果刀 眼中的恨意一分一秒的堆积 既然你那么爱我 就让我们一起去陪他好了 刀刃却没有如想象中落血 是周科的母亲及时进来 推开了沈薇的致命一刀 对了 他也是阿周的母亲 要不是他当初抛弃了阿周 或许阿周就不会有那么悲惨的一生 或许也就不会遇到卑鄙的他 想到这 沈薇心中怒火欲发 挥着刀子向两人挥去 疯子 真的是疯子 这对母子尖叫着逃亡 连夜离开 沈薇追出医院门口时 已经被保安五花大绑起来 真可惜就差一点点 他就可以去和阿周赎罪了 两人坐上车时 还不忘拿正义舟来说是泄愤 语人喋喋不休地说道 我都跟你说了 离那些东西远点 垃圾池附近也只能是垃圾 周科却半分没听进去 他愤然打在方向盘上 眼里满是不甘 分明还执着 赢了一辈子的他 怎么就输了 深秋的夜 雾水浓重 天黑路滑 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 大抵是天道有轮回 周科母子 在没走出那个凉夜 沈薇住进精神病院后 从没有人探视过他 所以听说有人要见他时 他也很诧异 是他那对像死了一般的父母吗 怎么可能 有那么一瞬 他几乎确认 或许是阿周来看他了 可在探视室里坐下时 沈薇却看见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我们认识吗 男人放下一张名片 或许你不认识我 但我曾见过你 沈薇疑惑地拿起名片 当看见A市第一医院几个字时 心里还是不由颤了一下 那天在医院大堂 正一周看着你离开 看了好久 要不是我及时接住 恐怕他又要晕倒在地 没人管他 那之后整整三天 他几乎没再说过话 短短几句话 像是一把尖刀 再次插在沈薇敞开的伤口上 明明答案就在身后 为什么当时他就没有扭头 再多看一眼呢 那之后他还曾在周科床边 陪伙那么多天 医院就那么大 会不会有那么一些时刻 阿周也在角落里 偷偷地看着他呢 他不敢想 答案该有多疼 多绝望 有一样东西 我总感觉还是交给你比较好 唐廷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 轻轻放在桌面上 沈薇知道那是什么 他曾在阿周空间的照片里见过他 打开已有些许残疚的丝绒盒子 莫比乌斯的纯金戒指 依旧一以生辉 他忽然想起 年轻的时候路过商场 他曾和阿周说过 那些一生只有一次的钻石都是假的 只有黄金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阿周记住了 可笑的是 后来他却还是为那些廉价的破石头动摇了 他颓然拿起戒指 套在自己的无名纸上 严丝合缝 关于他的一切 阿周总能做到完美无瑕 阿周让我处理掉 扔了也行 卖了也罢 但我总觉得应该留着 以后会有人来找他 可是我等了好久好久 才听说了有个女孩闯入护士台 唐廷舟其实很想问一问 这么久他到底去哪了 他怎么能这样狠心 但想想他自己 其实又有什么资格呢 两人沉默了许久 明明有那么多可以聊的 却又什么都说不了 半晌 沈薇终于开口 你知道他最后去哪里了吗 谁知道呢 或许是三亚吧 他总和我聊起三亚 猜想那里今天的天气好不好 沈薇突然发出几声甚人的干笑 将在场的人多吓了一跳 他脸上的泪像是干涸了一般 流到最后 只剩下斑驳的泪痕 唐廷舟敏锐地觉得 他似乎有点不对劲 他就像一具宽药散架的尸体 灵魂正在抽散离去 那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沈薇或许带着记忆继续活着的人 很艰难 但是 还是请你尽可能地坚持吧 沈薇稍稍一正 终于抬眸看他 唐廷舟顿了顿 只是他的眼睛说道 因为如果你也死了 那么这个世界上 就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 后来 这句话沈薇记了许久许久 几乎将他刻进了生命里 他的无名纸上 无时无刻都带着那颗动人的金戒指 在那剩余不多的赤芒岁月里 他逢人便说 沈薇是阿周的妻子 他最爱的人叫阿周 全文完